诗篇第116篇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挤向我侧耳 我一生要求告他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 说 耶和华 求你救我的灵魂 耶和华有恩惠 有公义 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耶和华保护愚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他救了我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 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 救我的眼免了流泪 救我的脚免了跌倒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我曾急促地说 人都是说谎的 我拿什么 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耶和华 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 是你悲女的儿子 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我要以感谢为己 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在耶和华的愿中 在耶路撒冷当中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7篇 万国啊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8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 愿敬畏 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在极难中 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在那帮助我的人中 有耶和华帮助我 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 遭暴 投靠耶和华 强势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 强势依赖王子 万民围绕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他们环绕我 围困我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他们如同疯子 围绕我 好像烧荆棘的火 必被熄灭 我靠耶和华的名 必剿灭他们 你推我 要叫我跌倒 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在一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耶和华的右手 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耶和华的右手 施展大能 我必不致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 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 虽奄奄地惩治我 却未曾教我 交予死亡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 称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要进去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已经应允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将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防脚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 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要高兴欢喜 耶和华 求你拯救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 为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 他光照了我们 礼当用绳索 把寄生拴住 牵到弹角那里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